视觉中国公图,市场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大涨,上周五五后,建行等金融股突然拔地而起,推动大盘大幅板盘2%以上,并重回2800点上方。 银行把关中,成都银行,江因银行,吴江银行,张交港形四支地方性小银行股涨停,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涨幅均超过5%,保险把关中,新华保险,中国太保涨幅5%以上,新华保险一度冲击涨停,当时市场上有传闻册,资管新规将于近日公布,果不其然。 周末一行两会接连出手,资管实施细则悉数落地。 消息面上,7月20日,先是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紧接着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随后,证监会于20日晚间,也发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至此,一行两会的资管实施细则,已全部出奇。 其中银行非保本性理财产品预为21万亿元。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合计意25.9亿万亿元。 这些巨量的理财资金自然也影响了股市的资金面。 对于资管新规的落地,华台证券认为,细则大幅降低了资管新规过渡期内,2020年末以前被标准化债权资产的投资难度。 鼓励理财资金投资股市在时,有利于解决今年上半年,因为流动性紧张,导致的信用风险问题。 对于银行板块,风险因素消除,监管靴子落地,板块反转趋势已经形成。 平安证券认为,A股市场将受益于流动性修复,和风险偏好的有效提振。 大资管新规销关系则全面落地,也有助于修复之前,对于监管持续加码的悲观预期。 一,全意市场的反弹动力,在政策信号调整下更加明确。 机会方面,一时流动性和风险偏好的修复,有助于成长板块的反弹。 先经济板块受益,二是直接受益政策调整的兼容板块,也具备较大的估值修复空间。 杭州前同意将王志强告诉记者,从上周五的盘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次是大资金要大干特干了,从技术上看,现在只要确认前低2691点,后面就会有一波好的反弹。 不足的是,上周五的成交量还是偏小,希望这周初能出现补量的过程。 紧急指出每次都是绝处逢生,政策底和估值底已经出来两周多了,尽待市场底出现吧。 并站上九宫为过的十日,二是日线,后面市场也必将出现新的机会,以确定上周五三宫的有效性,而回踩着事件仓布局的好时机。 机会方面,戴恒桥建议投资者重点要关注,如果产替代化、半导体、网络安全大数据、芯片通信等新经济方向。 此外,业绩增长好,有高宋转预期的刺新股也可留意。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